放眼望去翠綠植物 這一整片大約30公頃 都是羅勒 採摘下來的羅勒散發著香氣 眼前紅根九層塔 是羅勒眾多品種中的其中一款 也被稱為是台灣羅勒 瞄準了國際市場 業者真人起座 做的這方面 其實真的要有 比軍中有更大的毅力 軍中的訓練 體力上面是還可以的 體力活比較動 可是我覺得身體的狀況 好像是比較好的 無論是退伍軍人 還是退休的保險業主管 他們投入要當農夫 定著烈日種九層塔 業者開出了50個名額 來了200多人報名 經過兩個月的訓練 挑出10人 他們看準了台灣羅勒的魅力 除了全豬可以利用之外 日賽充足的關鍵 讓台灣羅勒受到國際青睞 羅勒可以做成茶包 或者 青醬 熬製成濃郁的青醬 墨在麵包上 台灣羅勒的滋味 讓人印象深刻 羅勒香氣真的是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 很重的味道 搭配羅勒茶的部分的話 這樣子的組合是 很適合下午茶 或者是當成早餐也是可以 全豬都可以利用 它的精油含量 最多的是它的精 包括它的頭 可以作為中藥材 那葉子可以作為料理食用 那這個就是國外品種 所沒有的 業者透露 台灣羅勒展露頭角 是因為先前的氣候急凍 導致北半球的產區 災情慘重 目前順利進軍歐洲 要符合認證和檢驗 以精油和茶包為主 真人組成的台灣隊 要一起努力 三連新聞朱俊傑 朱宇榮 屏東報導 首次檢驗 amaz Wind 渡農